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些很厉害的一些名人也经常打球的 所以不太好预测 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因为这真的是我的梦想 最近有没有为名人赛做一些什么准备呢 就是说秘密特训之类的 然后如果有的话 你现在着重训练的是哪些方面 有的 这段时间确实比较着重于这个力量上的训练 因为确实这个对抗啊 那边一定会相亲 所以现在 以我现在这个身板的话 估计会被撞飞 所以这段时间我必须要增飞一下 所以说 在这我要跟这个 跟我这些粉丝朋友们说一声 这段时间要是我胖了 你们见谅一下 这是我的梦想 这个过程必须先要有这个脂肪 转化成肌肉 最近估计比之前重了有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有五公斤了吧 而且还在加 还在加 我觉得必须要加 我的目标是十公斤 但是我一定会在打完之后 再捡回来 你们放心啊 放心 一定在给你们捡回来 这个其实一向是球员特别顾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跟教练的关系啊 包括 然后因为教练可能不了解我 肯定不了解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 之前一定会有 之前参加过的一些选手 他们比较了解的 所以尽量争取吧 反正我的经验一般就是 无论任何时候 包括这个练习 之前肯定会有一个练习嘛 肯定会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战术的一个 一个走位之类的 那个时候可能就要拼尽全力 多这个专注一些 给这个教练留下一个好点的印象 演习就能上场时间多一些 稍微讨好一下教练 所以中国首位谈加联赛的艺人 会不会有压力 然后是如何解答的 坦白说我第一次 我有了使命感这次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得 为咱们这个 就是咱们中国人 咱们华人得争个光啊 作为这个第一次 出现的这种 华人面孔 我觉得坦白说 我是特别希望 我会尽全力在这个演艺工作 进行的同时 就是抓紧所有时间去练球 希望能够有一个 大家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场球赛 能够给大家尊敬